urinoveo 其實當時我們台灣展幅的畫家 大概就是受到這些稀草的影響 他們開始擺脫了表象美感的東西 他們開始追求個人 內在世界內心的呈現 他們才不管漂不漂亮 所以他會說,因為你看不懂,所以你要努力 那我們 這個,一教育50年下來 很危險的,變成我們欣賞著我們觀眾 被洗腦了 不好意思啦,我是藝術白痴 我常常聽到這句話 就是我這次亂話,然後他就說 我看不懂啦,我看不懂 你是畫家,你是非常有名的畫家,我看不懂 我們藝術白痴 其實不必要這種慈悲感 因為在21世紀的,從 20世紀末,20世紀末,後現代主義開始 其實他強調的,藝術建長的部分 藝術創作者可以有自我詮釋的自由 但是我們欣賞者 也可以有自我詮釋的自由 這個時代在演變 因為呢 一個作品 只有一種解釋的話 那個一定是威權主義下的 威權主義下的產物 因為 最大的老闆,最大的領導者說這個就是美 然後他就說這個是美 然後他的解釋是什麼 這是一個說明 但是在民主時代的話就不一樣了 民主社會的 他是允許你自由分享 感受 你欣賞的,我感受到是什麼 而不是我要去背那些東西啊 我不客氣說一句話 有一次我 父親的展覽在高美館 那個時候,那是我父親年輕的時候 後面就是以前的神力保護館 現在已經改了很多名次 那 導覽人員,如果我帶海專的學生去參觀 他就說 這張作品呢 是我們南部藝術家 莊士河的作品 他是呈現了 這個吐司的什麼什麼 我一看 我一說就皺眉頭了 因為他手上的資料 就是採用背的 手上的資料就是這樣子 第二章 手上的資料就是 A A就是A B就是B 對不對 但是呢 因為有時候為了 會場 會場的均衡感 平衡感 你要擺設,你要佈置的時候 會場的 圖畫的擺設,有時候會自慢 所以那時候我看的時候 我看 不是導覽人員的錯 是研究人員的問題 然後我都開玩笑了 我說 同學你看這個相片相不相我啊 同學都來笑 然後那個導覽人員 包美館的服務員整個臉都成笑了 這種藝術殿堂怎麼可以這樣開玩笑 然後我都看到什麼 他說我老爸呢 他說我老爸 然後他說這種 老師你不要玩了 你不要玩太兇了 然後那個導覽人員一直看過 請問你是中正國還是中正的 我說我是中正的 喔你是老幽喔 老幽還是老幽 對啊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 他們的錯不是你們的錯 因為刀蘭麗也是他的資料 他是寫編號幾號 他並沒有圖 他並沒有圖 所以我們就跟他那時候 跟館長先禮啊 那時候換個事什麼東西啊 好久的事情了 因為從方才郎時期都不是上來 後來他們就很嚴謹了 刀蘭麗手是這麼一張一張圖 一張索米 這個就跑不掉了 好 所以 有時候我們 真的 有時候 喔這個很好 像我記得在藝術的時候 那老師真的很可愛 不能罵人家 因為已經積怨太多了 我知道西藝術的時候 哇這個 你看這個維納斯的身材多好啊 你看這個維納斯出獄 他下面有一個貝殼 你們可以想一下的 然後他左邊呢 左邊 有一個風扇 他一直在吹啊 我說老師他為什麼要吹 我怎麼知道 你覺得很漂亮嗎 我怎麼是漂亮 然後就不下一張 我們是做這樣的教育小孩 所以 所以當然 他雖然是我尊重的老師 那是有時候我們講跟他談的 因為威權主義的關係 都不跟我們談 老師很忙的 沒有時間 不像現在的 老師你不跟學生談 你馬上就散 蘋果吃飯 然後中天就大學校來給你測 老師一分鐘過了 五分鐘來到 這個老師遲到五分鐘 那他扣錢 這不是海課大的經驗嗎 我們現在經常是對警局的 好 那我們看到這一個 在1960年代 不1960年代 那不是這個很高的嗎 很高的那一個 那一個 在台灣品術史裡面是非常有名的 核鐵華先生 那在1960年代台灣發生什麼 台灣的藝術界裡面發生了 新舊之分 就是你畫新派畫 就是畫現代揮畫 那他看不懂的那些 自我主張比較強的心 還有另外一個叫舊派 舊派就是養大郎先生 他們這個就是我們以前的 台長 全國媒體長的這些 唐傑領導者 他們這個喜脈 日式 很多都是日本式的油畫 這個喜脈 我們現在不講 對和錯的問題 就是畫畫的東西 藝術的東西沒有所謂的對和錯 只是你的立場 你的想法 是放在哪裡 不是這樣子嗎 他沒有所謂的對和錯的問題 只是 只有 適不適合的問題 他是適合你這個家庭嗎 就像人家在談戀愛一樣 我喜歡我才跟他在一起 雖然變得說他不好 但是我覺得他很好 所以藝術的東西 他本來就是 沒有所謂的對和錯的問題 除非說你要畫圓圈 他把你畫成四方形 那個是形態的嚴重錯誤啊 那如果說 畫圓形 他把你畫成一種種 垢圓形 他會說這個叫做變形 因為他有類似性嘛 這也沒有完全錯誤啊 那不是適不適合啊 所以藝術他沒有所謂的對和錯 他只有適合和不適合 你的時代 你的年齡 你的想法 你的需求 就是這樣子那麼簡單 就是 做這張圖 那這個呢 他當時是 跟著孫立仁將軍 他是廣東人 所以孫立仁將軍到台灣來 所以他那時候 成立了一個叫做 自由中國媒戰 因為我有 包括也都有文字 我不喜歡當那個文字 你也好那個 那 所以他是一個領導者 那那時候呢 比較有名的就是 郎靖山先生 攝影的 有沒有 拍攝影然後他在 暗室裡面重新組合 然後有三絕話的感覺 那就是比較 不一樣自由思想的 所以叫做自由中國媒戰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那我父親呢 但是他們那一群裡面 大部分都是 當時所謂的 外申人 只有我父親 我父親跟我一樣 反正要說 我爸爸的老師都罵他 巴巴巴巴巴聲 說我怎麼這樣 不會看白色 他認為對著他都去做 我喜歡這個新潮的 我喜歡這個時尚的 我都去追求 我才不管別人的想法 所以他是台灣人,結果調到新藝術 因為新藝術是他想追求的 他在這邊可以獲得他心靈上的滿足 因為藝術的表現,藝術家他有兩大領域 一個就是為藝術而藝術 另外一個就是為生活而藝術 那為藝術而藝術就是為了滿足我個人的心理需求 我都去創造,不管別人怎麼說 即使我估防自掌也OK 那另外一種人呢,我為了面對現實 我為了造福別人 他是為藝術,為人神而藝術 多有貢獻,沒有什麼不好的問題 像教堂裡面,他擺了很多裝飾飯 有一些玻璃飯,對不對 好漂亮,他看得多,好感動 這就是為人神而藝術啊 所以這是領域的不同 所以他們呢,我附近都在台北,就跟他們 那時候剛好是台北芒芽學校 台北芒芽學校就是現在的幾同學校,我都忘記了 以前都芒芽學校 那個小嬰兒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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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個年代呢,剛好在我三歲的時候啊 有兩個,以私人來講的話呢 因為爸爸太忙了 所以呢,我媽媽也在忙招呼兩三個小孩 所以我常常是跟誰在玩呢 芒芽學校的啞聲 噢,噢,噢,噢 所以我到了兩歲多的時候講話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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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我爸說不對啊,不對啊,這不行啊 爸不會操作,到鄉下來去跟牛叫也好 這不是歧視,因為你想表達那個時候 環境會影響你的聽覺,會造成 這是私人的問題 在那個大環境裡面,剛好 蘇利人事件發生了 我們知道台灣歷史的 所以他開始,下面的人 開始要被抓了 所以,何鐵華先生 他跑到香港去了 沒有什麼啊 所以那時候他們在藝術界 我們還稱為藝術界的白色恐怖 就是在這邊啊,有很多 那白色恐怖它不是針對神奇 現在的訴求,在我們的政治裡面 是有差異的 其實它是思想的問題 派系的問題 它才不管你是本神外神 通通做 就是那樣子 所以 造成那個時代呢 很多畫家,他就安心的去畫他的 畫什麼? 進入畫,好多好多的進入畫 畫進入畫比較沒有問題 畫風景畫也比較沒有問題 你就是不能畫人文關懷的東西 你如果畫一個乞丐 他會說你是社會主義者 那個是問題的 那這個又是另外一個領域的部分 以前我在東京時代 一個部分的演講 就是講台灣美術的白色恐怖這一段 好 那